不过在万华区的知名的仙草兵店就被民众投诉说 外带和内用的价格通通都是25块 内用吃不完你要打包的话就要多花上3块钱买杯子 那民众说不如买一杯外带杯内用还不用另外加钱呢 三日几度的大热天民众来到万华知名仙草兵老店 店了内用的碗装仙草兵 一大碗吃不完看到墙上公告 吃不完打包还要三年 吃不完外带杯要多收3块钱 不过眼见的民众发现算一算一杯500cc的仙草兵 外带一杯25元内用碗装也是一碗25元 喝不完想要外带打包老板拿的杯子和外带杯一模一样 但要多付3块钱费用 等于一杯内用仙草兵要28元似乎不合理 民众说买外带杯在内用不也只要25元吗 内用的话就是碗比较大 我们刚说订的时候那个碗比较大 外面小姐你好 实际回到店里一个下午人潮很多 生意很好 内用碗装仙草兵容量比外带杯还要多 所以才要加3块钱 真的是这样吗 外带杯和内用的碗装仙草兵比一比 乍看之下 内用碗装的容量好像比较多 但实际上把碗装的仙草兵倒入外带杯 整碗倒完发现内用和外带容量根本是一模一样 有一点不合理 最干脆就外带 对啊干脆外带就比较快啦 一次把它吃完才划算啦 不带还要再多加3块 小姐你不好意思 谢谢你 新草兵内用吃不完 买杯子要着收3块钱 是不是为了响应环保 又不想浪费塑胶杯 老板没有回应 只是怕内用吃不完的民众 又不想多花3块钱 除了和朋友合吃一碗 不然就只能买外带杯 内用了 中西文台北 送后到